各位 賺錢的時間到了 不要說我沒有給你機會 要簽幾號 影片給我看下去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德 在我旁邊的這隻是三億 我跟你說 他實在是有夠幸運 有多幸運 就是被我養到 三億他在我們草野已經百吃百喝很久了 所以咧 所以怎樣 該付房租了吧 大哥 這禮拜就看你加菜 還是被我加菜了 我手上是我準備好的樂透彩球 1到49號 三億懂了沒 乖乖做事啊 為了要讓影片還是有點營養 三億繼續努力賺錢 阿德小老師我 來幫各位繼續做教學 為什麼三億會咬球呢 因為他是磁雕類的魚 這算是磁雕魚的特殊喜性 花螺和 無鍋魚 鮮魚 鮮魚 這類的魚 為了要煮草 都會把石頭撿起來 丟到其他地方 慢慢讓他自己的地盤出現一個凹洞 凹洞的範圍就是他草的範圍 好 那我們三億啊 他才剛換新環境 所以他現在好像有點小緊張 加上 他們是要在繁殖季節 就是有發情的時候 才會有領域性的去咬石頭來煮草 所以我們不要求他咬彩球 你看他的胸襲那麼大 他就靠水油把它刪出來 我們就以那個號碼為主 哈哈 他已經刪出六顆球了 我們現在就來看 他刪出了哪六個號碼 5號 4號 怎麼要開 245欸 31號 13 33 那我現在就要拿這六個號碼去簽大樂透 喔這個黑猿叫我拍了影片 不可能拿我自己的錢 走 我們去找黑猿拿錢 乳 什麼 還有一個青塊 走 我們去買樂透 我的魚 咬那一組就是會中獎 會中的就是會中 我跟你講 做人不要太貪心 買一組就會中 你等等要喝什麼 不是啊 啊都中獎了 誰在管你等等要找多少錢 我當然玩完整整還他一千塊啊 好啦 再加10%手續費 要發財了 現在要去採捐航拍了 不是啦 你想看待會兒要喝什麼 對 出來外面一定要戴口罩 可以過 可以過 祝我中大獎 現在要來對獎了 公司給我的愛戴 我也想去放重心來 今年年底我帶全公司去富士山 百癡喔 當然是招了啊 就是這一張啦 要中頭獎 02 04 05沒中 13沒中31 才400 沒想到只中400 所以加碼介紹一下 這隻是幸運的魚 山藝其實是我跟我朋友借來的魚 他原本 很小一隻 然後現在養到這麼大了 其實超大 他跟我說手長大 超過的 他的品種是 泰金羅漢 然後泰金其實有一種分法 他就是偏 珍珠基因的 金花羅漢 像這隻就蠻明顯的 眼睛比較凸 然後他的下層 比較長 看起來有一點厚到 背棋和負棋啊 沒有包住尾棋 起頭的速度比較慢 加上這次為了拍影片啊 把他移過來 他有點嚇到有點縮頭 好家在 他少了頭上那一顆 還有中三顆 然後如果你跟他熟的話啊 你手放在魚缸上面啊 他們其實都是 會跟你互動的 好 他不會 不熟 這種羅漢 其實比較適合 30以上的魚缸羊 然後就是 一缸羊一隻 他們很兇 盡量找有邊條的 標是這種開放缸 他們會跳 直接跳出來 所以有邊條啊 如果可以就加蓋 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 這次的贈品是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喔 我們將從留言中 隨機抽出有訂閱 AC草影水族頻道的草友們 把贈品送給你喔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按下喜歡 想追蹤更多水族知識 請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德 AC草影水族 我們下次見 打開啟小鈴鐺 喔 小鈴鐺 會不會 完全打開啟小鈴鐺 ? 在 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